哈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Storywork 故事的故事这个节目,我是Cony 我是帅 好,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故事啊 是一篇美国文学叫做The Yellow Wallpaper 黄色的壁纸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 针对故事的分析啊,是有很多方向很多角度的 所以没有实际上真正的对错 那如果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栏位这边留言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请阿帅 帮我们介绍一下故事的内容吧 好,那我们先来谈一谈 这一个故事的一些先前的背景 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有一对夫妻 那这个女主她刚生产完 然后有一点产后忧郁症 然后当时的治疗的方式就是要让女生不要胡思乱想 所以这个男主人就带她到一间房子 算是度假,但实际上就是把她圈禁起来 然后让她不要去做任何事情,不要想任何事情 那故事的开头就描述了他们要去度假的这间房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文本说 这是一所殖民地豪宅,世袭财产,让人感受到浪漫的幸福 然而却悠长着太多的未知命运 我想说那是一座闹鬼的豪宅 并且在这一段她的原文里面 女主她在描述房子的时候用了一个字叫queer queer她的中文就是奇怪的 那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这一个queer这个字她在文本的后面隐藏着别的的比喻 那女主觉得这一间房子奇怪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点是她觉得说 为什么这间房子这么便宜 而且又都没有人居住 但男主的立场就是觉得说 他们只是来这边住三个月而已嘛 那她干嘛浪费心思去找一个就是 可能要机能很好啊很漂亮的房子 她觉得这没有必要 然后接下来女主她就又介绍了男主她的个性 那我们一样看一下文本 那男主他叫做约翰 文本说约翰实际上是一个极端主义者 他对信仰的事情毫无耐心 把他们当作明信一样 他公开嘲讽那些形式上抽象的东西 因为他们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他是个内科医生 可能我本不想把这些话告诉一个活人 但这是死亡的文书 况且说出来对我也是精神上的安慰 这就是我无法早点重拾健康的原因 那从这一段 女主她在描述她丈夫的文字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说 男主她的个性她比较实际 然后她是任何东西她一定要有科学根据的 她才会相信她 所以如果不是就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 像是宗教信仰 那这个男主她就会觉得说这都是无稽之谈 然后我们也可以知道说这个男主 约翰她是一个内科医生 所以她对于女主的治疗她是觉得 她应该不会想要去跟女主去讨论 因为对于她来说这是她的专业 所以她会觉得说她的治疗方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并且在这一段 约翰还为女主制定了一个作息表 就是跟她说你几点到几点该做什么事情 那接下来呢 女主就谈到说 她产后忧郁的治疗方式 那在文本当中她没有直接提到 产后忧郁这几个字啦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当时 女主的那个年代 她们对于产后忧郁是怎么治疗的 文本上写说 因此我开始服用磷酸盐 百忧解之类的 不管她是什么 说她是脂补品也随你便 随之而来的还有旅行 新鲜空气 足够的体操锻炼 我也被禁止任何工作 除非变成健康人 所以在当时的治疗方式 就是她们会服用一些药物 那像是抗压就是解忧郁的 因为我看到像是百忧解这种药物 然后她们就是禁止暂停任何的工作 对 那康妮对这部分有 有没有一些了解 就是对于产后忧郁的治疗方式 可以分享一下 对 那针对她那个年代啊 他们对于精神病这件事情啊 在文本里面应该有提到一个医生叫 Michelle 就是Michelle 然后呢 她就认为说 就是 呃 这种疾病是因为美国 它过度优化而导致的 就是美国人他要很多的知识去发展嘛 然后这种过度紧张就让他们的脑神经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 例如忧郁跟失眠焦虑跟偏头痛 所以呢她就认为说在针对男性的部分啊 他们就应该去做一些像打猎啊 粗暴的骑马啊或者说一些涟漪的活动 而女性的话呢 因为女性在那个年代 她们没办法去从事这些非常活泼的运动 然后就日常生活也都是在家里就是做家务啊 管理这个家庭啊 所以对这个医生来说 他就认为女性要休息就是不要做这些事情 然后窝在自己的房间 然后吃好睡好那自然身体就会好 那身体就会好的话那病就好啦 所以这个医生他就认为说 呃这些女性都不应该做协作学习 或者任何进入职业的尝试 所以呢在变成说 然后那个年代他们就会觉得说 呃这一些女性像作者 她本身是个有事业心的女人 她喜欢写作 她甚至是一个作家有出自己的文章 她就觉得很不公平 我很喜欢写作啊 为什么你现在要禁止我做这些事情呢 我就只能躺在床上每天这样在放空 所以 而且其实这个治疗法 它的严厉的程度甚至是禁止那个病人起来 除了做起来用汤匙喂奶或者说起身去大小便以外 所以 基本上他就是被摸削了一切可以逃离 或者说去抒压的这个过程 这个就是他们用的就是治疗方式 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病人都是躺着的状况 对而且因为 对啊他就基本上就是躺着 然后也不允许被做任何事 然后因为他们都有在吃东西嘛 所以当他躺着又不能运动 所以就变胖了 那变胖了 刚才你有说到他的那个先生是内科医生 那你变胖 就代表说你的身体素质变好了 那身体素质变好了 那你就是变健康了 那你的病就治好了 他们完全不在意说 这个女人她心里面的感受或想法是怎么的 那这个就是他们当时 就是治疗精神病或者治疗忧郁症的一个方式 哦 那我觉得我觉得这一点蛮有趣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治疗方式跟作者在写这一段的时候 我觉得写的很贴切 因为就是他有提到说他是一个内科医生嘛 然后他又不相信就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那就很像你说的就是他们就只在乎说他病人看起来好像变健康 但实际上心理的状况他们都忽略了 对而且他作者也有讲到说晚上这个他先生好像是会陪他睡觉嘛 然后会抱着他安抚他这样子 其实在他那个年代的精神治疗的时候啊 他那个Michelle他会说 这个治疗法就是你要对病人长期的进行一些按摩 然后呢要去拍打他们身上的肚 拍打他们的肚子啊 按揉他们的身体的肌肉啊 这样增加那个振动啊 就会让他们那个电流可以通过他们的肌肉背部 然后就刺激那个肌肉产生一个叫做无痛运动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你也知道就是这就只是一个噱头而已 不然现在那个电极法都很有效可以减肥 就不可能的嘛 就还是要真正的去做锻炼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女主角她就是被困在一个房子里面 躺在床上 然后什么都不能做 可能连坐在那里写东西的时候 也都会有人监视她叫她赶快躺回去床上这样子 你刚刚讲到这个我想分享一个题外话 你就说啊 就是 就是 因为我也很胖 所以我以前就是看那个广告啦 就是卖那个运动产品 然后我就真的看到一个就是按摩器 然后他就是放在你的肚子上 然后他就说 每天就是让他在你肚子上震动十分钟 然后一个月后你就可以有六块鸡 然后我就 我就傻傻的按了一个月 好了 那个时候还很小 可是最后你有 那你有变六块吗 还是只有一块 团结的一块 还是一块 而且我觉得我的腹部非常酸痛 他那个真的很正 那你就任命的运动吧 对啊 我还是好好运动 好我们回来继续看文本 那女主她非常不认同她先生这一个疗法 所以她还是继续偷偷的在写作 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个疗法嘛 就是对她身心开始也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她开始会对约翰发脾气 对这是从开头到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部分 那接下来女主就开始观察这个房子 然后并且开始描述这个房子的外观 还有一些橙色 那在描述过程之中 她就也是一直在抱怨说这个房子 她让她的感觉觉得很古怪 看起来很奇怪 她有很多她觉得不能理解的一些设计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文本上写到说 这是个极美的地方 我们的房子孤独的远离公路 远离三公里外的村庄 这一让我想到小说中描绘的英国 一排篱笆 城堡周围环绕着高墙 铁门紧锁 园艺工和农民住在分散的小木屋中 多么甜美的花园 广阔的花园中 树影阴翼 小径交错 藤蔓回环伸展 葡萄藤悄悄爬上两亭 拥抱着廊柱 本来还有花房 但现在全成了废墟 这豪宅有些法律上的麻烦 是关于继承人的纷争 由于无法做出最终决断 房子已经空了好几年 这让我心中的幽灵有些不安 虽然害怕 但我不在乎 我能察觉这个屋内的异样 那从这一段来说 他其实对于他的一些外观 其实还算是满意 然后他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他的神智是清楚的 因为他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说 这一间房子 他有一些法律上的纠纷嘛 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 来讲到我们文本中的重点 就是壁紧 那他在这边的描述写说 强指的色彩让人觉得反胃 那是一种肮脏的胶油一样的黄色 在缓缓倾斜的阳光中 显出吞色的痕迹 有些地方有笨重的血红色印记 另一些地方揽着疾病一样的硫黄色 所以从他的文字上 可以发现全部都是贬义齿 像是肮脏啊 像疾病一样的颜色 他真的非常不喜欢这个黄色壁纸 那这一段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就来到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就是这个女主她们搬进这间房子 两个星期之后 那她身心上开始觉得很压迫 而且她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负担 造成别人麻烦 然后她们的房子里面有一个人叫玛丽 那会帮忙她们雇小孩 那她的丈夫还是一样 叫她自己不要去思考 那从这个时期开始 女主她就开始对壁纸有一些幻想 那我们来看一下文本中的描述 写到说 可我不能幻想 那强子仿佛明白自己有什么罪恶的侵袭 画面上仿佛一个割裂的脖子 和两只眼球状的形象在凝视着我 还有一个循环往复的污点沾览齐上 我顿时对这墙子显出的长时间的无理感到愤怒 那些线条上下左右到处乱窜 荒谬的盯着我的眼睛 无处不在 那我们可以发现她的幻想 我自己是觉得有点严重了 因为她开始幻想说 这个墙子上面有一个人 然后甚至她看到她的眼睛 她的脖子 对 那虽然不是真正的形象 就是她幻想中的形象 可是她却对这个形象开始产生情绪 因为她觉得那个眼睛 就是长时间的 对她很没有礼貌 所以她觉得很愤怒 嗯 然后在 这一个实习的后面 约翰她的姐姐来了 那她姐姐是一个家庭主妇 那她也认同说写作这一个工作 让女主生病了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第三个部分 是她们当时国庆结束 那这个时候女主她常常容易感到疲倦 而且她每天就是一直哭哭哭一直哭 对就是没有任何理由 然后就是想哭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有这种经历 就是可能有一阵子 就会觉得很忧郁很压抑 然后就是就在那边哭 就是发疯 就在发疯 对对对对 每个人应该都会有吧 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发疯啊 对 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要找一些输压的途径 可是这个女主角她没有办法 她又只能窝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而且她先生还不让她做任何事情 对 而且她那个房间不是说就是 都有窗户吗 都有大片的窗户 嗯 其实这就有点像是 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理论就是 如果你睡觉的时候 你梦见自己是裸体的 或者说是你处在一个都是窗户的房间里面 这就代表说你的心里里面是认为说你是没有隐私的 就是所有人都在挖你的隐私 你在被没有安全感 对所以她这个房间其实有点就是在讲说她现在的感觉就是没有安全感 然后整天都被监视的 所以也会造成说被监视的压力嘛 所以她才会开始发疯啦 原来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论述 好那接下来在这一段啊 女主她就是越来越讨厌这个壁纸 然后她从原本的情绪是愤怒 然后开始产生怨恨 然后并且她开始更仔细的去观察壁纸 那我们一样来看这个文本上她是怎么描述的 她写说我懂的一些设计原则也知道这东西既不符合放射法则也不符合循环法则更不符合对称法则或是其他什么法则 她在宽度上是重复的其他方面却不是 从一个角度看去每个条幅都彼此孤立 夸张的曲线和装饰 带着震战性张望的拙劣罗马士在愚蠢的圆柱上满山 但另一方面她的对角相连 毫无规律地轮廓在视觉惊恐的波浪中奔流 如同一股股海草在浅流中狂舞 整件作品水平的升起至少看起来像是 我竭尽心智试图去分辨她进行的程序 我觉得这一段她就开始有点神志不清了 我觉得她甚至不知道她自己在写什么 你知道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吗 你以前家里有贴了个明星海报吗 平行海报 明星 没有没有 那你家里会贴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画 然后是有忍在里面的 也不会我们都是挂风景照 好吧 那我那个年代就是我们都会去追星 那我就记得我贴那个周杰伦的海报在墙上面 那晚上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感觉就是 因为人好像天性是对黑暗是害怕的 除非你是待在熟悉的环境 嗯 然后啊 那个时候因为我一个人睡觉 好像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吧 我就整天看到周杰伦的眼睛会动 然后嘴巴还会笑 然后我就吓得半死这样子 我就是在想这个 这一个女主角她是不是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因为毕竟她那个地方就只是暂时住嘛 然后她平常又没有安全感 所以她平常盯着那个壁子 就开始觉得那些线条是火的 开始会动 就像周杰伦会笑这样子 那我想到我觉得我这一方面经验是 我们家的神桌 就是不是会摆那个佛像吗 然后我小时候上厕所就会经过那边 那我就会看到那个菩萨的眼睛 然后我也会觉得很恐怖 呵呵呵呵 我懂 就像去那个看那个法老王展览的时候啊 其实她那个法老王的那个棺材还蛮漂亮的 可是她那个眼睛盯着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不要看我 那种感觉 好了 好了 我们回去作品本身 我们离题太多了 嗯 那 这一个时期开始 她女主就开始没有力气写作了 而且思考这件事情 对她来说 变得很困难 而且我们可以从她的文字上描述中 就是知道她幻想越来越严重 那其中最严重的部分 在文本里面 我也觉得这边可以讲一下 她写说 那里仿佛有一个女人弯着腰 躲在图案背后爬行 我害怕 我希望约翰尽早带我逃离这里 那就像你说的就是 她很想要离开这一间房子嘛 而且她开始 她原本 对于壁纸上面 她只看到她的眼睛 她的脖子 到现在她已经看到一整个完身体 看到一整个女人 甚至可以看到她的动作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四个部分 对 第四个部分就是她开始发疯了 她很确定 她觉得壁纸里面住着一个女人 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本 写说 有人在墙子上做了奇怪的记号 除了我 还没有别人发现这点 它随着光线而改变自己 当阳光从东边的窗子射近 我总是喜欢观察这东方地律直线的光线 它变化的如此剧烈 以至于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也是为什么我总不倦于观察她的原因 在月光下 只要有月的夜晚 月光彻夜朗照 她简直和白天完全不同了 晚上不管什么的光线 晨曦也好 烛光也好 最糟的就是月光 她变成马的牙床 而她背后的那个女人 此刻变得无比清楚 我过去还不能肯定 并且不在画后面的是什么 现在我能肯定 那里躲着一个女人 白天她温柔的隐藏自己 我想是强制把她藏得严严实实 多么奇怪的事 我对着她足足发了一个小时代 那这一段 就是她 她的幻象越来越具体化 然后她讲述了一些就是女人的 她观察到女人的一些动作啊 平常白天黑夜在做什么 这样子 而且她提到说就是 只有她发现了这个女人 还没有任何人看得到她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她的作息的改变 她写到说就是丈夫 对她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息方式 文本写说 她养成了每顿饭后 就让我睡一小时的习惯 我确信那是一个坏习惯 你看我根本睡不着 还让我学会说谎 我告诉她们我睡着了 哦 其实根本没有 所以从这一段 她就可以发现说 这个女人她 现在的作息就是她吃完饭之后 她就要睡一个小时 而且她觉得这是一个坏习惯 然后她还学会了说谎 她告诉她们说我睡着 但她根本就没有睡 没有 其实我觉得 这里逻辑有点奇怪 就是一个睡着的女人 然后跟她们讲说 哦 我睡着了这样子 就你不觉得逻辑很奇怪吗 她不是应该睡着了吗 但是她在 对啊 应该是事后跟她讲的吧 对啊 我觉得有很多可能性 也有可能她在写这一段的时候 就是她也正在说谎 也可能是她就是一个小时后醒来 然后就跟她们说 哦 刚刚都在睡觉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 好 那我们回来看 那女主她对于约翰的态度也产生了转变 她开始会对她感到害怕 而且她开始更深入的去研究壁纸 然后她的日夜也开始颠倒 甚至对于东西的描述开始 没办法准确的去描述 又或者是说用错误的方式去描述 我们一样来看文本 文本写说 墙子上还有其他东西 气味 我刚进屋时就闻到了 但那时空气何须温暖 味道还不算太差 而现在已经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 接着浓雾萦绕 不管窗户是否打开 这气味弥漫四处 她在屋内攀爬 她在厨房的空气中盘旋 在客厅里躲藏 在礼堂中隐匿 在楼梯中等着我 又钻进我的头发 甚至在我出去骑马的时候 当我甩甩长发 我就闻到这股气味从法师中钻了出来 多么奇怪的气味 我花了好长时间去辨析 这到底是什么味道 其实这味道并不难闻 非常轻柔 但又十分狡猾 不愧是我前所未闻的气味 而在这样潮湿的天气里 她却显得可怕 当我夜里醒来 会发现她正悬在我的面前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 她觉得这个气味 因为她也把它有点像是拟人画 发现她会钻来钻去 而且我记得她在文本里面 还提到说 这个气味是黄色的 就是她开始就是 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式去 形容她身边的东西 不管是气味也好 还是东西也好 那接下来 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气味是黄色的吗 我就突然想到 如果一个人活在大壁里面 是什么样的感觉 有点恶心 我们频道好像不是这个 好 回到 我们回到主题好了 她现在的感觉 她现在的感觉应该就是 自己活在大壁里面吧 毕竟气味是黄色的 然后又臭的要命 而且又很可怕 有股美味这样子 对啊 我有点不想想象那个画面 好我们回家看好了 好你继续讲 对 那她在这一段开始 她跟壁子 开始有了互动哦 你看她说 她想爬出来 可是壁子 却把他们牢牢封住 我想这就是墙子上 为何仿佛有那么多头颅的原因 因为她想象中 就是那个壁子 把那些女人把它封住嘛 所以就是 你可以想象 你把一张纸 然后贴在你的脸上 然后就是会有 那个头的形状 就是她幻想中的样子 然后接着她又写到说 嗯 好 然后接着她又写到说 就在他们要冲出来时 强制把他们顶了回去 此时他们的眼睛 变成铲白的颜色 如果那些头颅被藏了起来 情况就会好多了 然后 嗯 这个画面啊 你知道最近不是很流行 那个伊藤润二吗 嗯 你知道这个画家 就一个恐怖的日本漫画家 嗯 然后他有一个 系列叫富江 嗯 然后富江他里面有一集就讲到啊 那个富江的血啊 滴到那个床垫里面 然后被男主角丢出去 结果那个床垫里面就是 因为床垫本身是有塑胶袋包着的嘛 嗯 然后因为富江他会 呃 即便有他的血 他也会自己繁殖 于是就有很多个富江的头 从那个床垫然后突出来 要贴在那个塑胶布的上 塑胶布下面 然后就一直在那里想要扒开 想要挣脱出来 我猜那个画面就是一样 哦 如果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去找看看富江 富江有一张解是关于床垫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把这个画面直接画出来的感觉 哈哈哈哈 对就类似类似那个画面 那个我也有看过 好我们继续来看文本 我看这一部就想看那个 对你说 好 然后他 开始 觉得约翰很奇怪 但 我们还 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在 故事的开头 然后女主他就是 用queer queer 这个词去形容 这间房子 可是在这里他竟然用queer去形容 约翰 对 所以 就变成说他的 他原本对于房子是 觉得恐惧 然后觉得诡异 那现在他开始对他的丈夫觉得恐惧也觉得诡异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他写的很好 两边有相互呼应的这个感觉 然后接着他就开始写说 壁纸里面的女人她在爬行 他写说 我觉得那女人一定在白天的时候爬出来了 为什么 告诉你 我看见她了 透过我的美善窗户口 我都能看见她 就是那个女的 她总是像蜥蜴一样爬行 而正常女人是不会在白天这样爬的 我看到她沿着树下的幽静爬行 当有人经过时 她就尝到黑霉虫中 我并不折备她 她白天爬行 对她是很尴尬的事情 我要在白天爬行的话 我就会锁起门 晚上反而不爬 因为约翰会怀疑的 约翰最近越来越古怪 我也不想激怒她 我看她最好换肩污指 另外 我也不想让别人 在夜间看到那个女人 我觉得这一段我看到 我觉得有点想笑 因为她写说就是正常女人 不会在白天这样爬 可是我觉得正常的女人 也不会在晚上这样爬 我最近想到就是 你知道阴暗爬行这些梗吗 不知道 就是那个女生啊 她不是喝醉了 或者说你可能回家 然后有人跟踪她们 然后网路上就建议说 这些女的如果怀疑 背后有人跟踪她们的时候 她们就要四肢着地 然后开始阴暗爬行 然后大吼大叫 对像猴子那样子跳来跳去 那样子后面跟踪她的人 就会很快的跑开 对被吓跑 我们也可以想像就是那个画面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她怎么阴暗爬行的话 就去想那个画面就好了 或者说她也是用这个方式 才可以把约翰赶走啊 她们想要约翰赶快滚 聪明 这个女人她除了忧郁症 还很聪明 对她很聪明 高智商 那接下来 对 果然就是个职业女性 对 好 那我们回到文本 接下来这个女人她就开始 思考又怎么把壁子撕下来 然后 她就也思考说 把壁子撕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那她也企图要撕开壁子 逃脱这个束缚 那我们一样来看文本 文本说 当我忘了不站在什么东西上的话 我是够不着那幅墙纸的 这床很稳固 不会动 我又搬又推 还是推不动床 我气得在床脚咬了一口 可是却弄疼了我的牙 我只好站在地板上 把我能够够到的那部分先撕掉 她黏得十分牢固 图画开始嘲笑我 那些饿食的头颅 球形的眼睛 满山的骏泪 都对我发出嘲笑的尖叫 我绝望的生气 如果从窗户跳出去 将是令人敬佩的 可是窗户是很坚固的 那这一段 就是我觉得她开始 有各种奇怪的行为 就是也都是描述了她的幻想 越来越 越来越严重 然后她也开始尝试了 要把壁纸撕掉的一些过程 那今天很快就来到故事的尾声 故事的尾声就是她彻底的发疯了 那我们一样来看文本 文本写说 我根本不想望窗外 那都是些爬行的女人 爬得那么快 我怀疑她们是否和我一样 都是从这张纸钻出来的 她现在觉得她自己也是在 那个纸里面我钻出来的 然后 现在我用藏好的绳子 紧紧拴住自己 你不可能把我拉到路上的 我猜我晚上得回到墙子后面去待着 这太困难了 爬到这间屋子里 并随心所欲的爬行 真是太美妙了 我不想到外面去 简尼让我出去 没门 简尼就是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约翰他的 对对对 那 因为外面 你不得不在地面上爬 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是绿的 而不是黄的 在这里我能平稳的爬 我的肩膀舒适的贴着墙面 我也不会迷路 接下来她写到说 亲爱的约翰 我用最温柔的声音说 钥匙就在前面草坪上的一片 车前草叶之下 这时候就是 约翰他一直在敲 那个女主他的房门 叫他打开房门 这时候女主他把门锁住了嘛 所以女主就跟他讲说 钥匙在哪里 然后文本就说 我的话让他安静了片刻 接着他平静的说 亲爱的开门 女主说 不行 钥匙就在草坪上的 车前草的叶子下 我又用和缓的语调 温柔的重复了好几遍 他终于去草坪上找了 他找到后 冲进门来 突然在门口震住了 他尖叫着 你怎么了 上帝啊你在干嘛 我继续爬着 抬起头望见他 最终我还是出来了 我说 我才不管你和简妮 我已经自己撕开了墙子 你再也不能把我放回去了 这边就象征了 就是他把那个 他的束缚撕开了 然后接下来他就写说 咦 我面前这个男人 为什么倒了下去 可他确实倒在我前方 以后 我每次不得不 从他上面爬过去 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 那 那 你觉得这部作品 他 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就是针对他内容的部分 嗯 内容的部分 我觉得我会很感慨 就是当时 他们对于 女性忧郁 产后忧郁症的治疗的方式吧 我觉得 不应该是用这种方式去治疗 有点剥削了他们的人群 而且 他们实际上根本就是也没有去 研究 好这一个治疗的方法 所以他其实就是 像你说的 他只是眼睛上看起来是好的 但他其实 内心已经被他们 摧残过了 对 所以我其实也是很 不喜欢这个时候 他们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 而且 而且 当时 会怀孕的就只有女生嘛 呃 应该说 会怀孕的就只有女生 可是当时他们 女生 不管去怎样说 自己不喜欢这个疗法 他们还 都是只能遵从 对 就是男生也没有办法去 就是体验说 就是 这种疗法会 造成什么伤害 那其中 我还有一点想要讨论 就是他结尾的部分 很多人就会去讨论说 就是 这个女主人 她最后到底是 取得了胜利 还是她失败了 那这个 胜利的一方 她们的想法是说 就是这个女主 她最后把壁子 撕开了嘛 就象征她 重获自由 重获新生 然后并且她 的丈夫倒下了 丈夫是 就是她的 势力的一方 她倒下了 而且女主从她身上爬过去 就是有点 战胜她的感觉 可是 有另外一派的人 觉得说 难道女生就一定就是 为了要 获取自由 要就是 要获得自己想要的人生 创造自己想要的人生 她就一定要用这种方式 去 获取自己的自由吗 明明这是她的权利 可是她却要以 就是失去她的理智 作为代价来交换她自己的自由 那我这边的话就会 首先针对你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说 他们没有去关注到她的一些 心里面的想法的这个部分 我刚才也有说他们的治疗方法 是完全是看生理 而不是看心理的这个部分 对不对 那其实首先这一篇作品 它是在1892年 好像是1892年的时候写出来的吧 然后在1901年就是出版这样子 那这段时期 其实 它算是19世纪工业革命 美国它其实也在出 正在进行一个工业革命 就是工业革命 是整个欧洲跟美国 他们共同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开始就是遗产学 还有一些生物学的知识啊 就是很逢波的发展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要以理性为主 那刚好今天我录的作品里面 就有讲到本体论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认为说 事实是独立于 人的语言跟架构以外的 就是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东西 就是人的思想跟语言以外的东西 所以他们会在治疗医学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是纯粹的生物学 跟纯粹的可能精神等等的 所以病理学 所以他们会用绝对理性的态度 去看这件事情 虽然说现在很流行都会讲说什么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就是原子 那个叫原子相对论 还是什么 原子 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原子的 物理学心的 那个薛丁二的猫的那个理论 但实际上因为那个年代 还没有讲到说 这个理论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 我就是要绝对理性 绝对科学的方式去治疗 那这边我就要讲一下就是说 因为这个女生她的哥哥是 她的兄弟是医生 嗯 然后她的先生也是医生 嗯 所以我们可以去想到就是 她从小到大都是活在一个 存染理性的一个家庭里面 特别是门当户对吧 就是不然她不会她兄弟是医生 然后她先生也是医生 所以变成说一定是非常极端的医生家庭 那他们才会搞在一起 嗯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说 你刚才说 像我刚才也有讲他们的治疗方式 然后你也有说 她的那个 都没有去看她的心灵啊 是那个年代的科学 根本不会想到这一边 他们认为人定圣天 然后因为心灵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是信仰跟宗教 就是他们认为心灵的发展是 要由宗教这边去治疗的 而这些医生他们就质疑了宗教嘛 所以他们就是完全就是在科学上面发展 然后接下来你说的那个第二个问题啊 其实呃这个作者还蛮好玩的 他当初呃产后忧郁症嘛 嗯 然后他就被先生关着这个 他就很不爽 然后他在治疗的过程中啊 好像是他治疗后就是他后来其实有治好自己 然后但是他就跟他先生离婚了 嗯 然后离完婚以后呢 他就写信给那个Mitchell 就是写信去骂他就说 你发明了这个东西就是在歧视女性 我们女性也应该要有工作的机会 什么什么讲一大堆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刚才说那个付出理智的这个代价 其实应该说这是一个生理学的生理学上的问题吧 就是你现在就会说产后忧郁症有心理的问题嘛 但实际上忧郁症他的成因很多 有可能是荷尔蒙分泌啊等等的 嗯 然后如果再加上他的家庭也的确是一个就是纯粹理性 但是他自己又是作家专门写一些感性的生活 所以两边是合不起来的 然后也导致说他可能本身已经有一点忧郁症的感觉 就是比较感性过度敏感的情况 就会让他更严重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并不是他付出了什么代价 而是他只是生病了然后觉醒了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很有趣一点就是刚刚你有讲到作者嘛 那我记得就是当初就是那个女主 欸不是女主就是这个作家他把这一篇写出来之后 然后当初治疗的那个医生他看完这篇故事之后 他就放弃了他这个治疗的方式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假设啦 假设这一篇故事是在写 就是这一位作家他在写他自己的话 那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他是取得了这个胜利 就是他让那个医生知道说就是就是他颠覆了这个疗法 对不过呢我们就是还是可以以这个文本为主 就是因为有句话说就是作者写完这个作品他就死了嘛 对我们就还是可以撇开作者 然后就是主要就是专注在讨论这个作品上 嗯他这部作品啊其实最后一句啊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他不是有说他后续就是要都要爬过他现身的身体 就是他就他每次都要爬过他现身的身体 其实我觉得他这里其实有是是有在暗示说就是呃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女性离婚 其实对他的名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嗯然后他未来无论是做什么事情 这个社会都会把就是这个社会都会去看说他可能就是哦这个女的他过去离过婚 他很叛逆他不是一个呃恪守护道的女人 嗯然后去评判他自己就评判这个女人哦不ok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部分你说隐还输吗我觉得就是五十五十吧 顶多就是五十五十因为他还是被他自己的过去去影响了他的未来啊 嗯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就是大家懂不懂这样子 我当初 我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很好嘿你说 就是当初就是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很难去探讨说就是他是输还是赢 因为就有得就有失嘛 他虽然就是就是我们很难去界定说 到底他的他是输了还是赢的 就是一体两面我觉得 所以我跟你也是一样的态度 我觉得也是五十五十 可是我们也可以就是想说反正他爽就好啦 他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是 到底输跟赢其实跟这个社会比起来也不太重要 因为即便你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嘛 就会有下一个问题的产生 嗯 所以无论他到底输还赢 他只要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就好啦 而且他最后不也是结婚了 他快他很老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人又结婚了 嗯 所以其实可能对啊对他来说也不重要 这只是我们在讨论而已 好 这样 好 那我觉得就是呃因为我们这部作品是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始终是面向学生 还有就是一些对这部作品有兴趣的人嘛 嗯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是要刚才因为在阿甩他介绍呃作品的内容 还有就是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讨论的时候已经几乎讲到他的就是已经把他的价值就是他想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就差不多已经讲完了 可是呢因为他这部作品他有名的地方是在于说他的呃 就是他的物理设定就是他的物理设定就是他对环境的描述啊他对那张破烂墙子的描述啊等等的嗯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我就想在这里就是稍微的讲一下就是说呃我们怎么样知道他的婚姻是不快乐的 因为他的先生其实在他整个治疗过程之中除了限制他要住在那个房间用身体健康有呼吸空有新鲜空气的理由 然后还有就是还请用人去照顾他看起来这个婚姻是很美满的可是为什么这个婚姻会让他觉得那么的不舒服呢这样子嗯那阿甩你对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约翰他几节嘛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家庭主妇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传统妇女 那我觉得女主他本身就是一个他算是比较前卫的所以他比较会在意他自己女性的权益 而且像他也有自己的事业嘛就是算是事业嘛就是他他自己的一个工作就是写作 所以就是有别于传统妇女来说就是我觉得他会更现代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他对于他的婚姻觉得不幸福的很主要的一点 就是他的丈夫还是对于他丈夫来说他有一个既定的女生 他的老婆应该要是什么样子可是女主并不能满足他的期待 就像是他在治疗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就是放弃写作 然后乖乖听从他的丈夫的一些安排就是完完全全遵守他的作息表这样子 了解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丈夫并没有完全了解他的需要 然后只是一味的去相信就是当时的一些科学上的一些一些观念 然后即便他提出的需求他先生也没有好好的去把他听进去 就只是一直控制他这样子对不对 嗯 因为他就是一直说就是他就一直告诉女主说就是 你会有这些不舒服反应就是因为你一直在胡思乱想在写作 对我觉得他就是你说你说我觉得就像你说他就是一直就是没有关注他的感受 嗯 那其实在这部作品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啊 他从描述那栋房子的时候就已经暗示了很多他的这个婚姻的状况 首先啊我们可以先看到就是说呃他们这一个是殖民地的豪宅 而且他是世袭的财产让人感觉到浪漫的幸福 可是就有很多未知的命运 然后他说这个像是闹鬼的 首先殖民地的豪宅就是代表说这个房子本身是有个传统的观念嘛 嗯 然后世袭的那是不是就很像说他的家族就是大的世家 然后可能先生跟他的兄弟都是医生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那个年代你要有钱才可以享受到高的学 才可以进医学院你才可以有好的学历 然后才可以当医生 然后感觉他就是嫁到一个就是呃门当户对 然后嫁到一个很美好的婚姻里面 因为这个先生很当医生一定很有钱 然后又很疼他 可是他里面就有很多未知的命运 这里就是在暗示说他们的婚姻底下 其实有很多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嗯 然后呢 他也有讲说就是呃 你刚才有讲到说就是死亡的文书嘛 你又读了个文本 那死亡的文书是指寄不出去的信 就是没有人会去看他 就只是自己写给自己的信 没有收件人的 所以这里其实就已经在意思就是讲说 那个约翰他对于他这篇心里的想法 是完全不想去理解 而且也不认为说这些很重要 所以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把他的想法告诉给约翰 就是告诉他先生这样子 嗯 然后接下来啊 他就有在讲说 这个房子就是他有很漂亮的花园 然后而且他里面有很多的房间 可以让很多工人可以去住 而且又离那个公路很远 其实公路就是一个交通的线路嘛 运输的环境 但是这个也代表说这个女生他可能是很难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就是他至少要走到可以接触外界的地方 是要走一段距离的 因为他的村庄在三公里外 如果走路要三公里 我相信没有人可以走到 所以如果他要去接触人的话呢 那他就必须要走三公里路 然后他这个城堡附近又有墙啊什么 然后即便他外面看起来这个房子是很漂亮 然后又有花园什么的 可是对他来说就只是一个牢狱 就像他的婚姻一样 表面看起来很漂亮 但实际上对他来说就是困住他 所以才会让他后面会有这些的精神病这样子 对而且像在这个故事里面啊 他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都是在夜晚 夜晚的时候是那个约翰睡觉的时候嘛 然后他也不太会 就是约翰也不太会被这个女生给惊醒 都是约翰不在的时候 他才会看到那些鬼画面 所以这也是在讲说 也只有在约翰不在的时候 他才可以尽情的去幻想 尽情的去把自己的一些不满 从那个墙子的幻想之中发展出来 然后我记得他这里有一个地方讲的还蛮直接的 就是他说那个墙子的线条啊 是弯曲的 然后他圆着那个线条爬的话 再突然某个地方就会挺断掉 然后图案就乱了起来 其实这也是在讲说 他的婚姻就是一直在顺着大家的期望一直走嘛 可是走到一个地方就突然断了 就让他觉得说 好像为什么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为什么他现在会那么的不开心这样 那所以我觉得他这部作品 其实他差不多每一句针对房间的描述 或者说是房子的描述 其实都是在讲他的婚姻看起来很棒 但实际上里面就是一个破烂货 这样而且这个房子不是只有这个房间 就是破破烂烂的其他地方都是还蛮漂亮的 所以我认为说 这里就是他physical setting重要的地方吧 嗯 对啊 好 那接下因为 呃那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因为其实这部作品我觉得就是 因为你刚才在介绍故事的时候也讲的很全面 嗯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充的吗 嗯我觉得大概都讲的差不多的 那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就是可以去仔细看文本一些描述 就是像是光影的部分 那我觉得他用光影然后照进房子 然后有一些线条上的描述 我觉得都隐藏了很多暗喻 就大家都可以再去勘讨看看 嗯好 那所以就目前就是暂时是先这样子吗 对 好那我们的今 那因为我们节目今天我们录了也快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节目就先到这边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故事内容 或者说对我们未来想要了解哪本书 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栏这边跟我们说 那我们都会尽量为大家达成这个愿望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频道 订阅加分享 让我们的频道可以持续的运作下去 那就谢谢大家啦 拜拜 好谢谢拜拜 拜拜